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1日 我是你的老朋友程大爷 今天我们开始做一个盘后总结 首先给大家道歉的话 今天是录制的时间有点晚了 有点累 就做了一些休息 今天要说的内容其实也不多 因为我们周末的连续两期视频 不仅是找出了中长线的一些信号 同时还有做了很多功课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一看 今天我们怎么去看整个大盘的走势 首先我们还是最基本的审视度视环节 我们审视度视环节还是要看什么 还是要看我们大局观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几个排空股的话 今天的普通程度的走弱 所以如果我们从标普来看的话 今天是在生命线之下反弹 也就是说现在的市场在走 我认为最差的一种走势 最差那种走势就是超P向下 就是说一会上一会下 一会上一会下 那么它进行一个缓跌的走势 这是对我们来说 就是对炒美股来说这是一个不好的 因为美股喜欢的就是强势市场 快速下跌 哪怕你这样的话也可以 那后头你看长这么一大段 而现在就是一种有张有跌 有张有跌 它会是一种我觉得应该是一种 半盘半跌 做出一个牛旗的形态 但是所以但是所以我们就说应对方式呢 这重要的应对是什么呢 就是做东做做做做空都不易 这时候就叫少少动多看 忍住手 古海航行靠舵手 真的是这样 就是这个位置上可涨可跌 可涨可跌 不是说不给大家一个确切的态度 就是可涨可跌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拉上去以后 如果是快速拉上去的话 那么会出现另外一次被吃断 那么我们再看就是这个MC拉上来再下 那么后面可就再下了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没拉上去 就是一涨一天涨明天又跌了 然后又一天涨 就是这个慢慢速的话 会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底部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它最后一次就是出现一个恐慌 就是一个快速下沙澡拉回的这个过程 那是我们比较好的买点 那今天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纳萨克是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这个其他的几个指数我们来看一眼 纳萨强 然后标普强 道琼最弱 然后小盘后来居上 那就是这两个强 然后这两个里班 那么道琼最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而且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纳萨克和标普都是有 还有道琼都是有这个情绪化买点 所以情绪化买点的话就是短期内的话 它今天应该是没有完全走完 没有完全走完 所以情绪化买点的话一般都不是最低 还会给你一个低点 但是情绪化买点的正确率是很高的 所以都会给一波向上的这种机会 这都是不错的 没跑的 没跑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拉的时间更长 也没有拉180天 我们找一下这个情绪化买点 这是绿色的 绿色的绿色可能就是说 你可以比如说这个地方 连续出现这种情绪化买点可能是中继 但是呢后面再出的话 它后面就是至少给你一波向上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就是今天这个大盘总是就是可上可下嘛 夜晚的期指是向上了之后 更是就是它这个反弹的速度非常快 在前都没跌透的情况下反弹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呢就是有一点点concern了 这个有点concern 而且没有觉得感觉到这种资金的那种流入的那种感觉 没有 所以我们呢继续来看就是市场情绪的一些有没有变化 那么上次被再忘了哪了淘到了这个网站非常好 叫market breath 然后我们一看见它的market breath有没有变化 嗯 现在仍然是什么呢 这个仍然是很低很低还有300多 就是说它并不是还是在这个弱势区 还是在这个弱势区 嗯 我们在从情绪上看的话 我们也看到就是cpc今天还是快速的下降 就好不容易涨上去一点之后又快速的下降 然后呢 cpc也是啊 仍然是这个低位 然后恐慌也下来了一些 所以呢我现在更倾向于是这个啊 下跌途中的反弹 而不是反转 虽然说这个个股涨的都非常好 明年还有决战日啊 两个大型的工科技公司财报 啊 我们继续看 rnsi的话继续向下 还没有任何反转迹象 啊 nvmo呢 是啊 今天是暴跌了以后下上了 所以对科技股来说的话 它这个已经有了一种底部的形态的样子啊 你底部形态的样子 但是呢从 呃 纽交手机来说的话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形态 还是非常弱势形态 你注意看啊 每次我们要说从比如下跌再拉回的话 他要出现一个首先呢 他应该要出现什么呢 出现一次黑 几次黑 或一两次黑色的 然后再在那什么 啊 这个先看就是这个是真正的反转是在这儿 啊 就这儿 然后这次下再下跌的话的反转也是在这儿 是吧 你不可能说是这个这个这个完全是 完全是这个啊 完全是这个快速的 完全是在你超到最低点 因为你每次最低点的话差不多 你看其实最低点的时候他也都接近零了 对吧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上来看呢 离最低点还不是比较完美的点 比如说你看这个最低点 这个323的这个最低点32324 你看其实它是很快 其实就是一个要从红往黑转化的这个过程 那么关于怎么用NMO呢 大家看我都给大家插了链接 所以之前的那个估计箱里都有 然后这个CVC呢我们有发达财信号 现在是离发达财信号非常远 啊 还没有发达财信号 这大型的底部啊 还没有啊 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 更倾向于是一种中继啊 正更倾向于一种中继 好 那么看一下我们所拥有的几个股票 好的 那个阿里巴巴的话 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涨幅 而且明天是这个 明天是这个财报 是这样我们先做计划 你看现在我个人是没出 因为我认为财报跟他的 他上次的风险跟财报没关系 他上次从这下来的这个40%的回调啊 他不是因为财报不好 他跟财报没关系 恰恰相反 他是他现在是什么 是一个是一个政治的啊 所以我认为他有两种走法 就说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反向中枢出了 就是这个这个地方 当时说了摩登两可嘛 就是可胜可胜 因为这个是个低点 这个是high or low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高点呢 他又没摸到 所以说这是一个中继 但现在看呢 他是拉起来之后 我们也形成了反向中枢 反向中枢在这里形成了以后 就说这是第二个中枢 那么现在已经有打出的趋势 明天防什么呢 就是啊 那出来之后开始往下砸啊 出来之后往下砸 如果啊 注意 如果这个出来之后往下砸再打回啊 打到中枢下面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这一段 60分钟的这个走势类型的结束 我们就要等他这个地方出一个盘整啊 一个盘整的过程向下 再做震荡再向下 那么可能会出现这个真正意义上呢 大级别的第二类的买点 我觉得有可能这是比较差的一种情况 比较差的情况 那么还有种情况呢 就是比较好的情况 我们看如果是比较好的情况 我们会我们会什么呢 就是比较差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中枢他可能 今天就是他可能会下去 然后然后呢 我们这里会有一个买点 就是大约在这个240附近有买点 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会这样 就他直接冒出去了 冒出去之后呢 不要追 等他往下打的时候 形成了第三类买点 在这个位置上中枢的第三类买点 第三类买点出现以后 我们我们再去 但是第三类买点再出的话 那意味着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时级别中枢 这个地方是个中枢 那么这个再打的话 这就要做第三个中枢了 那么三个中枢这一轮的话 就是也不管怎么也要回调 也要回调的话呢 那再回调的话 他又出现一个回调出 比如说一个盘整的走势 走做更大级别 就日线级别的震荡了 那就这个呢 就是比较乐观好一点 那么上面的上看的目标呢 应该就在300这个305附近 这是非常乐观的趋势 那么我们的 那我们的这个plan是好多种 第一种就是说 财报好的话 我们比如说财报好 高开走低 对吧 我们怎么办 然后低开了走高怎么办 然后高开走高怎么办 然后低开低开走低怎么办 是吧 我们每个都弄好想好 如果不管是哪种情况下 只要走低 现在现有吃仓不卖的情况下 都会在250附近这加仓 那么走高的话 我们就要看他的这个力度大不大 如果高开 比如说一下子高开在这 那么这个时候马上就出 这个350 这个300 3001到305马上就出了 马上就出 如果上来了之后 后几天相加成我们再买回 这是一个最强势走势 那么如果要是不是最强势走势 我们就看他这个地方的中枢 第三次 第三次的这个中枢 再做地就像打破这个中枢 到第三类买点 这是我们的 注意这是我们的计划 Plan your trade Trader plan 我可能水平不够 我可能不是大牛 我也可能经常说 我应该说90%都说错 没关系 但你要plan好我们的这个交易 不是说比拼谁准还是那以后 我们拼的是操作 操作 嗯 还有点 Zoom的话 我我今天仍然是继续持有 持有 然后呢我们注意看 这个地方下来之后 现在这形成了一个下飘乙骑 然后呢如果他不能不再不再低 或者低点的话 这里就形成了新的这个RB 新的RB 所以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个走势 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周五 武汉的一个资源类的就是这个 哎我们看discord 来复盘一下我们买的 那ccjccj的话 有朋友问能不能追 答应是可以 但是这个今天喷的呀很厉害 我们稍微一看 我们先从大局观来看 哎怎么回事 服务器被我玩坏了 服务器坏了 所以这资源类的话 你注意看他的这个位 这个地方啊 我们用最多吧 20年吧 1920年 注意大家注意这个大局观 就是说那这一轮的调整 是月线级别的调整就结束了 因为它是个盘整 也就是盘整上的一个盘倍 他这个是盘版 这是历史上的机会 月线级别注意 这是上 然后这个下 然后这个上 注意看是不是 你看这里都是每一个都是日线的大中枢 那么你看这是一个大中枢 这是一个日线大中枢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顶部二脉三脉 出来之后 哎这个可以是周 这个是月线级别的 如果月线比的话 就是一这个下下下 那么你可以看到 那20年的图啊 这20年的图 那么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这一笔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出现了我们的第一类买点 在5块2毛7 第一类买点在5块2毛7 5块2毛7出现第一类买点之后呢 现在就开始往上打 往上打 往上打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能要做的细一点 就这个位置是往上 往上打 那么首先第一回调目标呢 就是在这个12块888这个附近 10块888附近 是我认为这个非常好的目标 我们把它是放小点看啊 这个分析过程啊 大家都是一样的啊 其他股票也可以这么分析 我们就是没那么多噱头啊 我们就是这个 就是真的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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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交易为主 好的 我们注意看黑线的部分就是我们重要支撑了 那么他往回打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走势 就是不这样坏吧 就特别鸡贼啊 鸡贼的一个走势 这个位置上我注意看他这里应该是什么呢 这是一二三四 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他正好应该是九笔 为什么我画成八笔呢 因为这个位置上呢 我个人觉得力度不够 就是灵活应用 灵活应用 我直接就给他算做一个 那没关系 那下来就是七 对吧 七也好 九也好 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这个位置上不管是七和九 他这个中枢物在这是这线级别的 而且他这个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走势 就是他应该下沉沉到底 沉到底以后马上喷出 马上喷出 然后形成了我们第三类买点 也说之前在这买是因为这看到这是第三类买点 这就是成为禅论的智慧之处 很多人说没用 是为什么 因为你每天啊 你每天啊 就是跟某种 就是很多群里大家也是 就每天抠这是一笔吗 这是一笔吗 这是一笔吗 你比如说这是不是一笔啊 然后你比如说那这是一笔 对吧 那这是一笔呢 其实这也是一笔 这是一笔 但是我认为力度不够 所以我直接就画到下面来了 你怎么画都行 禅论呢 就是说 多说两句 就是好多人看的时候就看不明明 是因为他都纠结于画 就认为只有一种答案 其实不是 因为走势我很有多异性 最后你在看这个走势的时候 你要有他就是说树上被禅论的禅论禅住了 而实际上呢我们更重要的是那个盗 就你你明白 比如说为什么第三类买一点 为什么是打破中枢 就这个是那个 你传统技术分镜你知道这是吸筹区 就说大家在震荡换手的过程中 这是吸筹区 吸筹区一旦快速下杀给你做一个什么 破线翻 为什么就收集大部分受不了的止损的小仓的 肯定因为这不是什么散户了 就是小机构啊和什么的筹码 筹码收完之后马上就拉上去 因为什么因为我收购了筹码的话 现在就是应该就这个机会就涨了 涨了以后 又有人获利回吐 获利回吐只要打不回这时候 就说什么说明买方强 买方强就会行第三类买一点 所以最后其实这个东西就这么简单 不是说我们要每天抠我 你说好多就是我从来不参加任何的 就是说这种特别多人那是画图笔画图的这个 你要说我画的不对也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说这个地方就很明确的一个第三类买点了 所以A段我们从A段从我们 就是我知道大家都想说想想找到这种A段 尤其这是这是月线级别的背驰 其实没必要 其实没必要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找到B段就可以了 因为在B段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candidate 他应该在这个股票应该是有机会了 B段的话我们B段错过了也没关系 那他现在就是这个已经进入C段了 C段的话大家问就说我们现在怎么做 就说比如我错过了怎么办 那么错过的话一种是最好的办法是在找类似的 咱们在群里交流 每天都好多好朋友留言 然后大家就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大家 我觉得非常好 那么我们有大家海南群 这里有很多朋友贴的 怎么要发广告 就是之前你看这个 大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视频中cover到 cover到 这个 如果有如果你错过的话最好呢 最好是这样的 错过的话最好是 就是说这个位置上你错过要么一种的话 就说这个地方有效突破 比如15 14块8毛7 有效突破的话 那么你就追涨可以 然后止损就在14块8毛7 这个是可以的 还有一种呢 就做法呢 就比如说你之前你看这 这个之前是我11块9毛2一出去之后 我就追涨追涨 然后只要这些速度顶背离一出来 你就卖 你这个利润这段是归你的 没问题 这是咱短线操作 右侧的造作 没问题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 我可以期待于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三 第三个买点形成了以后呢 这个位置上向上再打一段之后 它会形成新的重数 就形成新的重数 那在新的次级位重数中 或者这就是下上下 那么它可能还在这形成一个 这是一个b嘛 对吧 这是a 然后呢这个地方形成b 所有的就是这种a加a加大a加小b加大b加c的模式 那么你c还没出来呢 这不像b当打出去吗 所以你这个地方在构筑新的重数的时候 既介入和介入 这是ccj 还有什么来的 还有什么来的 holding reversectf我们都卖了 今天我少量买入甲肉 这也是跟我们群里的小伙伴 对dice朋友他发的 他发现的非常好 这是一个高点吧 拉起来之后 又打回到这个重数内部了 然后在这呢 少量的 少量的在这个顶点少量买入 就少量买入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仓位也不大 就个人虽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公司吧 但是我觉得这是也是个不错的机会 对 然后呢今天说的是 88这个puts 我这puts今天没收 明天只要不是大幅低开的话 他的这个iv crush 这个这段肉是肯定能吃到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说了220几乎 还有就是跟大家说这个白票 APL这种大型股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 这种就是如果特有钱 比如说以前炸过好几百万那种 你就是长持股票 他又是那个利息 不是利息是税少 你长持之后呢 你看这种就是你有一定先进 就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都都是超买吗 这都超买超买 超买就去卖puts 对吧 超买一块puts 所以呢 就说我卖是多少钱的呢 我卖的是140 140的话是多少钱2块多呢 140事就正好是这个阻力质靠 如果他就冲破了我们再加股票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这个震荡再向下的话 就是因为股票你是长持的 对吧 股票因为你是长持的 所以股票早晚都会涨回去 只是说只有涨多和涨少的问题 涨多和涨少的问题 涨多和涨少的问题 我们就是一时间 所以我们的car call 如果只要没有被assign 我们的car call 就是说他跌下来更好 car call消灭的快 我们再去卖 那每卖一个 比如说上次我138 他不两块多 所以我成本就降两块 就是你每个月都卖那么一两个的时候 你知道成本 我现在从均价是120 120 然后现在降到100不到了 就你别小看这一礼拜 两块两块的给你吃 这个很快成本就降了 最后我们的目标就是降到0 他目标降到0 那股票目标是0的话 那后面呢 真是你那个期权你是白嫖 然后股票又白嫖 看看大家的问题 我看一下 大家说围柴动力或是一公司 刚才有一聊天 我看有一问题说 行业发展止损 我给大家回一下吧 先发展已经解仓 可以参考今天视频 来我们今天这个最后的阶段 我们把这个A股这些股票说一下 来我们的股票 行业发展 先找这个吃鳖的啊 这个 还有比如说我个人的还有一点不太喜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太喜欢 比如说用什么那种特别浮躁的语言 跟大家说下一个比如说是GME 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十倍股 我觉得我特别不喜欢 我特别不喜欢这种浮躁的语言 非常浮躁 我觉得还是我们踏实实的做 每天分析是长久之机 但是我知道大家都想发财了 明白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看 这个地方是下上下的一个中枢 之前我在13块已经玩卫轮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当时认为 我当时认为 这个左侧的一点交易 我认为这个地方就形成了13买点 但他今天灌下来了 而且呢也是打到了这个中枢内部 这个中枢内部 所以打到这个中枢内部的话 我就昨天就是昨天就说这个地方要减仓 就跌破这个位置上减仓 但是我忘了我打在哪了 我真的忘了打在哪了 我就是回去看了 我发现没有这变马后炮了 这个什么气人 所以我就说这个位置上 你这个位置上如果没有减仓的话 没有关系 没有减仓的话没有关系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位置上呢 就是我在线上的话 没他这个 他这个整个这个行情发展这个位置上啊 就是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 他的回调就太深了 他回调太深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在这个附近呢 进行一个加仓 然后呢 我们就不能再期待他回这个位置上了 我们在底下这个大约就可能19块 再加一点仓位之后呢 就是现在我减仓了以后 可能在19附近买回来 如果序列出现第9的情况下 我们看看mcd的 嗯 也没有 mcd下面也是没有任何倍持 他现在正好到零轴了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再沉一下 19附近就这个位置上 这整个这个区间 也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我们拿到了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区间内进行吸筹 他如果在反弹上去之后呢 就是目标位就是在这个附近 就是大约25就开始出 就不期待他能再涨上完了 嗯 好 就场景翻展 然后我们继续寻找 我们继续说 现在还有几个我们持有的票 今天的那个 今天还是就是我们 现在 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容给大家看一下 对呀 就是现在今天画画工版画非常强 画工版画非常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我持有几只股票的表现 今天是 股仁300涨了1% 然后中银证券 四脚房屋 这些都是D 我四脚房屋今天是 可能准备抄那么一点点 但是一般 然后 哎 又跑了 嗯 然后今天的话 哎就是有那个发 散财童子 就是这个军政计券 今天是反包 这个我们周末 讲过了也持有了 长期持有 就是 在这买买买买买 然后卖 卖一看不好卖了一部分 然后一看不所有好 又买买买买买 然后买买买买 今天不显示了 今天这个买可能没到系统里 这个军政情况今天就加仓了 然后 我们再看啊 这个其他的 长期持有今天开的 然后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雨虹 雨虹的话是非常强势的 我们注意 这个位置上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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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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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慢就把这个本来我成本其实买的不好 这个是最大的中枢 然后拉上去之后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就是这是B 然后这是A A中的B A中的C 然后这是B 然后是C中的A 现在做C中B 在C中B中我们再次吃货 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吃 吃吃吃吃 最后C中C打出去之后 我们全部随着它就跟这种人 你看边涨边卖 然后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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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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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慢慢就把这个本来我成本其实买的不好 我这买的时候你知道成本在这差不多这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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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觉得太猛了 太猛了 不知道他什么他要整 你看我就是买买买买 攒了筹码在这吸购了以后 然后卖买买在这买 然后后面这些地方涨上去了 我没买 我觉得最后一次买的是 最初买多少 最初一买是 就加了特小的一个仓 就是瞎玩了 1月25号后面这轮就没迟到 这就是今天的A股 对了我今天还有几个想说的 我们昨天我昨天看到 我说明天是亚马逊对吧 明天亚马逊的话 不出一万亚马逊要大炸 我觉得明天亚马逊应该是大炸 应该是大涨 我我我个人就是 我个人就是 我个人就不跟你们 我们不打马虎眼 我就是我就是这 我觉得明天应该是大涨 这个地方超级重的一个炒码 如果这是你看这是一二三四五 你这个算六也可以 但我觉得力量不够 那么六七八 如果再下来的话 如果亚马逊再下来的话 那么 那么将是一个非常黄金的低风险的 你说你看 这这这这这个地方 如果是再到这的话 那太爽了 那就应该很很高 所以亚马逊的话 今天因为它涨上来了 我觉得明天应该是大涨 而且是很可能就直接到这个3552 所以明天的话 我可能会下一个蝴蝶 咱们赌他一把 赌一下 小赌一晴 用蝴蝶 就是以几毛帛几百的这种 这是亚马逊 那么明天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谷歌 谷歌也是 谷歌也是 但谷歌呢 我没做分析 我又不看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天看的这个 英伟达 英伟达的话也是 我非常觉得 英伟达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种类似于中盖和A股般的操盘 看不懂 看不懂 这完全这就一个K点 他就说他连给你个比都没有 他就这你合并完之后就差不多就一个K线 就最后他是这个这个 然后这个上去一笔之后 这下一笔可能就下了一笔 就是12345 就是说这么长时间的话 他其实就像一个K线一样 你把它除以成功出来之后 可能就是一个K线 他就是在这里收集 你看从这开始 这不散的吗 你看这是散的吧 然后我现在就完全收集起来了 所以不上天就入地 大概率上天 要入地他不早入地了吗 对吧 你要入地比如说这筹码 他入地那这些就全闷里面了 对吧 他现在在这收集的话 那么就是 那么就是这个女大也是看长 看长 就是一个字长 但是他这个太狠了 这个这A股 A股和中盖的那种操盘 听过分的 今天说到这 然后以上视频 仅是个人的分享 还有一点就是制作 视频制作极其粗糙 希望大家谅解 但是我非常有信心的是 我给大家准备的东西 不是粗糙的 都是经过思考的 水平不足 但是咱们态度是诚恳的 就真的是实在没时间 花时间剪辑视频 每次都是一条录下来的 那么里面有些车谷的话 比如说来回说 还有就是那个 是有时候可能语无伦次 或调理不清的地方 希望大家谅解 平常白天要做美股 晚上做黑股 中间大家录视频 真的是有点累 希望大家能体谅 如果要是觉得有用的话 点个赞 或留言 给请咖啡都行 咱们就是交朋友 这是我主要的目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祝大家晚安 然后辛苦了